你们吃过牛油果吗 我之前实在是太好奇了 买了一个 我深切的体会到了 胃同嚼辣这四个字 怎么说呢 就是吃起来很健康 非常健康 这个泥是三种白胶做的 手感的话 中规中矩的白胶质地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容量有点 容量有一点含蓄了 是个挺不错的质感 有种口腔疼的感觉 我最近才刚刚下了微店 偶尔会去微店冲浪一下 把那些就是经常能刷到的 购分里面的那些店 全部都关注了一遍 我发现人的心里真的很奇怪 有些长期开售的吧 就感觉什么时候买都行 有一些抢不到下架的吧 就特别想买 最近秋山的蚊子太猛了 我一边在这儿剪视频 一边在这儿狂闹自己的腿 这些蚊子业务能力太强了 他们咬完之后 那个包肿的特别大 皮肤底下一个硬块 而且削下去之后 还会变成一团淤青 真的太神奇了 这皮蚊子 究竟是修炼了什么妖术 才能让自己业务能力这么强 这个实在是不够我玩的了 我又非常想念这团麻薯 刚刚削好泡 我又把它拎出来了 出来营业 应该等他们两个都削泡以后 再拿出来混 这样感觉会好玩一点 这样觉得就跟半醒发的面团一样 手感大打折扣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麻薯的香味 所以我想把它们混在一起 因为我就是有一点鼻炎嘛 再加上我平常也挺喜欢香水的 可能我的嗅觉没有那么灵敏 所以有很多比较重的味道 在我闻起来还可以 可能有一些 就是鼻子比较灵敏的小伙伴 闻到一些比较重的香味 就会觉得很刺鼻啊 对我来说就还行 可能是因为我被咽透了 你们听说过一个说法 就是人类对香味是有记忆的 就是 就是这个味道能唤起人的一些记忆 有时候闻到一个好多年 没有闻得到香味 闻到一瞬间 瞬间就想到了好多年前 自己在某个地方闻到这个味道 在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 一瞬间就会香起来 闻香使你人 大家没事喷点好闻的香水 这样你喜欢的 你喜欢的人是不是 闻到这个味道就香起你来 多暧昧啊 吼忍 然后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